鼠蛇人一生醉客三个人,鼠蛇与谁不和,在十二生肖当中,鼠蛇人性格比较高冷,属于不太善于表达,同时又非常冷漠无情的一类人。 鼠蛇人的出现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发展,生肖蛇最克的三个属相,生肖虎,对于生肖蛇的朋友来说,这一生当中最克的人是鼠虎人,生肖虎的朋友如果与生肖蛇在一起,必然会灾难重重,磨难不断,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,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。 因为生肖蛇与生肖虎之间是相害的,鼠相相害害也就意味着二者之间缺乏默契,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,还会给各自的运势造成极大的干扰和负面影响。 鼠虎人本身很要强,也拥有远大理想和雄心抱负,但是如果经常接触鼠蛇人,那么个人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, 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怎样的努力和汗水,都很难得到想要的回报。 所以建议鼠虎人平时应尽可能地远离鼠蛇人,尤其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,更要避开这个鼠相,否则未来的发展之路将会充满波折, 就算付出再多的努力和汗水,也难以得偿所愿。 生肖猴 在十二生肖当中,生肖蛇与生肖猴也是彼此的天敌。 鼠猴人本身性格比较开朗,属于大大咧咧,没心没肺,不喜欢为琐事斤斤计较的人。 但是鼠蛇人性格相对来说有些内向,而且特别悲观,总是喜欢无端揣测别人的用意。 由于二人性格差异比较大,所以他们之间很难产生默契和共鸣,而且在许多事情上都会产生分歧和争执。 对于鼠猴人来说,只要与鼠蛇人在一起,心情就会变得特别糟糕,整个人的情绪都会被对方所影响。 再加上二人属相不合,属于敌对的关系,所以对方的出现必然会给鼠猴人的各项发展都造成干扰和冲击。 所以建议鼠猴人也要尽可能地远离鼠蛇人,不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计划都不要告知对方,否则这些计划很难顺利进行。 生肖猪,对于生肖猪的朋友来说,遇到鼠蛇人也是一场灾难, 因为生肖猪和生肖猪犹如天敌一般,二人水火不兼容。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并没有太多的矛盾和分歧,但是却难以和谐相处,在人生的道路上会互相干扰,互相牵绊。 尤其从婚恋的角度来看,鼠猪人最忌讳与鼠蛇人结婚组建家庭,二人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 他们的婚姻关系极其不和谐,将来很容易被第三者入侵。 鼠猪人和鼠蛇人各有各有的态度和想法,在遇到意见不合的情况时,总是会针锋相对,谁也不肯做出让步和改变。 而这样的情况只会让他们的关系越发紧张,还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无尽的伤害和痛苦。 所以建议鼠猪人平时不要与鼠蛇人有过多的交际,不管是选择婚恋对象还是结交朋友都要避开生削蛇的人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从降生于世的那一刻开始,每个人都在寻找活着的价值和意义。 早年,还未懂事,父母怎么说,我们就怎么做,反正也轮不到我们选择。 成年之后,该进修的进修,该打工的打工,要为了生存而努力下去。 到了儿历之年,每个人都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,到底是结婚生子还是单身一辈子呢? 在父母、亲戚以及一众朋友的劝说下,我们还是结了婚。 其实,有很多人都去嫁了自己不喜欢的另一半,糊里糊涂就承担起了巨大的家庭责任。 至于孩子,生他们之前还未觉得压力和责任重大。 生了之后,才发现他们是吞金兽。 过了十来年,人到中年的我们会面临诸多的危机和问题。 比如说,失业危机出现了,家庭关系危机出现了,健康危机到来了。 一切危机都让我们觉得生活不易。 不论有没有想通活着的意义,每个人都只能坚强活下去。 哪怕活得如行尸走肉一般,也只能坦然接受。 一位七零后的新生,忙碌大半生,感觉白活一场。 年近五十岁的刘先生望着身边人,再想想逐渐奔武的自己,他产生了一个疑惑。 自己忙碌多年,到底是为了什么?有什么价值呢? 让他产生这种想法的,是上一年的一次经历。 在上一年,他的某位长辈去世了。 那位长辈是他家族当中比较有钱的人,一辈子辛苦赚钱,最后没有享受过,就匆匆离开了。 在送别那位长辈的时候,他一直在想,在时光面前,每个人都只能匆匆逝去,那人们如此艰难地活过这一生,真的就有意义吗? 过了两个月,刘先生发现,那位长辈的家人,早就把那位长辈忘了。 该工作的去赚钱,该娱乐的去放松,该读书的去学习。 过年的时候,刘先生遇到了这个家庭的小娃娃。 那小娃娃七岁,是那位长辈的孙子。 他问了这个小娃娃一个问题,你还记得你的爷爷叫什么名字吗? 那位小娃娃回答,爷爷是谁? 不知道。 听了这小娃娃的回答,刘先生摇了摇头,就离开了。 经历了这件事的刘先生,想起了这么一句话,不用三代人,仅仅是两代人,就没有人记得你了。 那位亲戚,很有钱,也被孙子和身边的亲人逐渐遗忘。 试想,那些没有钱,且特别落魄的人呢? 也许,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,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存在过。 父母生下了我们,我们一直记得父母,但我们的孩子未必记得爷爷奶奶。 等我们当了别人的爷爷奶奶,也不见得后代记得我们。 就像上文的那个家庭,长辈留下了诸多的房产和钱财,下面的儿孙享受着这些资源。 但是,他们却忘了这些钱是谁赚的,这些资产是谁打拼回来的。 想到这里,刘先生一下子就明白了生活的真相,百年之后,没有人再记得你。 一代人记得,不代表两代人记得,三代人记得。 有生之年,还是要好好待自己,别辜负自己的一生。 其实,刘先生的想法,就是大多数中年人的想法和疑惑。 不少人都觉得人生没意义,只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最终的结果,以及宿命。 人类就是如此,明知宿命如此,还是继续坚持下去。 为了,仅仅是活着罢了。 有的老人,以为自己付出一生,就能获得后代的体谅和孝顺。 谁知道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 你对子女好,不见得子女后代就会对你好。 有的中年人,以为自己为家庭付出了,家庭就能长久。 没想到,到了孩子的这一代,他们不结婚了,也不生子了,那家庭也无法延续下去,终究一场空。 有的有钱人,觉得有钱了,就认为自己会被身边人铭记。 殊不知,历史上除了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可以流传于世。 其他人,早已被人遗忘。 有的穷人,总是安慰自己,自己穷不要紧,只要孩子富有了,那就行了。 没想到,自己穷了,下一代还是穷。 穷到最后,便是穷不过三代了,因为第三代人结不起婚。 苏氏说过,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 大江大河依旧在,但人间的一切多物是人非。 一代借着一代人的欲望和想法,都埋葬于岁月的长河当中。 能力非凡的人尚且如此,何况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呢? 活着的意义,到底是什么呢? 也许,只是为了让自己尽心罢了。 内心想做什么,那就尽心去做什么。 对于诸多束缚自己的世俗观念,没必要想太多,该挣脱就挣脱。 至少,不要给人生留有遗憾。 正如金庸先生所言,大闹一场,悄然离去。 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,吃点自己爱吃的东西, 好好爱自己喜欢的人,别为了尘世而纠结,别为了世俗而烦恼。 只此一生,若不尽心,才是缺憾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